很多人對威爾森氏症科領事者 齊婦是一種他團成的一輩 主要是臨體裡面的同理質代謝 這要想過這個自身身體 這個器官和行動出現了問題 就是說這個疾病是個同堆積的狀況 所以同樣堆積到某個程度之後 才會慢慢造成我們 包括說大腦啦 或是一些肝臟的病變 所以其實就過去的一些資料 最小大概有兩三歲就發病的 但也有到二三十歲才發病的 那就端看說他身體裡面 銅堆積的程度 到了某個程度之後 影響到大腦 所以他開始出現一些學習障礙 出現一些手顫抖的問題 然後我們才被我們發現 是 搖春季醫師標是說 威爾森氏症主要是同理質代謝 不正常所影響發病時 有但不正常是帕金森氏症的動作狀態 為時還會出現到難吞 還是說吞不下去 甚至是說話說不好的嚴重狀況 就講像是他會出現一些肝臟的功能異常 或者是出現一些我們所謂的這個動作障礙 或學習障礙 其實很容易會跟一些像是 憂鬱症 或者是一些帕金森氏症 或者是一些肝臟的疾病做混淆 所以有時候甚至病人還沒有被診斷出來 就過世了有可能 以前表示說有否拍片到天然的銅離子 多尿太多應該拍片含有銅比較高的 剛有提到說五穀根精類 特別是糙米這種帶有殼 帶有他的這個表皮殼的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五穀類其實都含有蠻高的銅的成分 蛋白質的部分的話要小心海鮮類 甲殼類貝類 我們喜歡吃的干貝啦蝦啦 都是含有銅離子很高 另外像是一些生物的內臟 我們叫豬血 豬心湯 腰子湯 這個都是靜止的 甜點的部分的話要特別注意的是巧克力 年輕人喜歡吃巧克力 裡面的痛含量也很高 這次就完蛋的做燈神之母 到電來聽講 禮拜四 暗時 這點佈日南天電視台的電視頻到來播出 這禮拜吉米亞中心高達等位科醫生 用準期中和大家討論 討論一般威爾森遜症的精斷和治療 歡迎鄉親按視收看 鄉親按視頻